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 联申法王卢盛宴 在2013年的英国行 6月24日这天 从伦敦市中心开车两个小时 联申法王来到了英国的 真言雷脏寺 受到弟子热情的欢迎 圣尊联申法王在真言雷脏寺 也特别走到大殿指点风水 看看冰头颅长眉尊者的精身 适合安坐在什么位置 真言雷脏寺 是由联姓上师负责 联申法王卢盛宴 慈悲地先写下了莫保 真实佛法 言处空性 雷音普化 藏无秘密 四殿庄严 现在我们就继续来看 联申法王卢盛宴 在英国真言雷脏寺 为了利益弟子 再次的传授姚池基姆八大法的 殊胜法语开示 我们首先敬传承主持 敬礼 辽民和尚 敬礼 撒家正空上司 敬礼 水有世大法和喀玛法 敬礼 徒登大吉上司 敬礼 谈成善报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盟 大家 不安 今天是要主要是灌顶 要是经 所有一切的法 要是经我们一切的法 那么开头先讲 像师母刚刚所提的话 先讲个小话吧 师母讲她是顾问 顾这一次的 这一次到伦敦来 那么师母她是顾问 有一个人也是顾问 她是印这个名片 印的这个名片呢 就是 某某某 这个顾问 就扫了一个口 扫了一个口 这个人看了这张名片 她就打一个电话给印刷厂 你撒了一个口 这个顾问 撒了一个口 一扫车 哈哈 我马上重新再印 结果她印出来是 叉叉叉 顾 门口 门口 她是 他是顧位 結果把他印名片印 結果變成顧門口 所以這樣的話 這個前面的可以聽 後面講的不可以聽 前面講說 師尊五十歲啊 三十歲啊 這個都是很好聽的 後面講的是我變成他的父親 是外國人講的 在我的記憶裡面 我來過針言堂 針言裡講是兩次 我是講兩次 師母講一次 我講兩次 那麼他講說 我第一次來是到舊的針言堂 奇怪了 我覺得我來的是一樣的這個地方 他講給那個住址講說 那是以前舊的 現在才是新的 我記得我來的時候啊 也是有這一條巷 車子不能開進來 大的這個遊覽車不能開進來 就開在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再走進來 那一路上呢 那一路上呢 他有請這個 一個 好像是 武龍 不是武龍 是武麒麟 第一次來的時候啊 他請來一個麒麟 武這個麒麟 來迎接師尊 對不對 我第一次來 只是武麒麟 來 來迎接 武這個麒麟 人家是武龍嘛 武獅子 他不是 結果我印象很真 我說欸 這個到底是什麼動物啊 結果呢 他講說是麒麟 我問結果 他說是麒麟 連性上是是不是 麒麟喔 那麒麟是 是來這一間還是另外一間 另外一間啊 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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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對他一間就算 但我很少看到 武麒麟的 大部分武龍啊 武獅啊 但是那一次是武麒麟 那個麒麟啊 比較小 前面一個人 後面一個人 跟武獅一樣 前面一個 後面一個人 看 這個麒麟是 有長的一個角 有長角的一個麒麟 好 對不對 對 好 他幾乎忘掉了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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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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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所以是武麒麟 那麽這一次啊 我不知道是武什麽 這一次來什麽都沒有武 我也記住了 好 好 這個麒麟 當年還塞的同門在嗎 當年的同門 有塞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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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塞的 有塞的 好 對 對 所以我 有的我還是記得住 有的是 真的 這個忘掉 好啦 我們玄花修 修術 我來到這裡以後啊 經過事物 在這個 這個雷藏寺 這個 他講 征途雷藏寺 他講 世尊什麼都對 這一句話是最好的 這也就是 表示呢 世尊所做的一切 都是親近的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 親近的 這也就表示 世尊以後啊 是永遠的親近的 對 師母 批了一個準證 給世尊 就是說 一切 你都可以 自主 一切 你都可以 怎麼做 你一切 都是完全親近的 對不對 對不對 聽到這個 聖母講 我一切 就都是 對的 哇 我就 這樣子 真的 有 Wonder 每個字 才是 自己想 邵 吉祥 一切 十中 吉祥 一切吉祥 中 之賊 此地 永战 本尊色寿 尚失加持 加持色寿 柬附法 通通都有 謝謝師母的加持 現在時尊已經自吉祥 夜吉祥 到處可以趴趴走 不會像那個 到了 你說是羅浮宮吧 羅浮宮是法國的 有一個猛樂麗莎的圍像 猛樂麗莎的圍像 我覺得 達文西畫的這個猛樂麗莎的圍像 一點都不像微笑 好像一個很年紀大的女人 年紀大的女人 她每天晚上長在門口 等著先生回來 哪一種 哪一種 她不是真的笑 她是很陰險的聲音 台灣話就是講 台灣話 她是這樣子講 看你又暗中 你這個先生 比較晚回來 他站在門口 你給我記住 我要修你 達文西 達文西的這個 這個密碼 她本身的這個密碼 她畫得很 什麼 蒙娜麗莎的這個微笑 根本就不是微笑 根本就不是微笑 那根本就是一種很陰險的那種笑 我是這樣子講 好像也有人這樣子講過 她的微笑不像我一笑 怎麼這樣 再讓我的心 各位觀眾 《連聲法王》盧盛宴 自從《喜金剛大法》講述之後 在美國西雅圖 傳授心中心印的 大圓滿九次地大法 依自己前世 由蓮華生大士福藏的傳承 把密教最珍貴的密法 講授出來 法圓珍貴 所以歡迎您鎖定網路直播 並且感恩聖尊《連聲法王》 請佛注釋 祈願根本喪失 健康長壽 長轉法輪 《連聲法王》紅法行程 也歡迎您參考《真佛報》 詳情請電 049-2312-992 好消息 《盧生炎文集》第二三五冊即將出版 讓我們好好參讀報答佛恩 《連聲活佛》 度化眾生的偏偏感應 您是絕對不能錯過的 《盧勝宴》最新著作 《虛空來的法客》 詳情請電 我們今天是講的 姚志金八大法 這個我以前有講過 今天再把這個重要的地方 再講一講 《自我跟流的秘密法》 這是要觀想姚慈金八大法 我觀想姚慈金八大法 我的觀想是這樣的 他帶走 奉官 上面有一支奉 是姚慈金八大法 特別的象征 因為姚慈金八大法 本身的 他本身的窑池仙境裡面 有三支聖鳥 是聖人 很神聖的聖鳥 一個是青鸞 一個是青鸞 一個是少鸞 一個是玉鸞 這是鳥的名字 青、少跟玉鸞 這三支母 雅慈金母 這個是等於是 他的頭上 有一個紅 一個紅 一支紅 停在他的頭上 他帶的是紅光 那麼 這個 他的這個 右手 持著這個浮塵 浮塵 白色的浮塵 那麼左手呢 他是拿著如意 在這裡 畫的是一個如意 大部分你要是金母的今生 是這樣子 你可以觀想出來 但是我觀想不是拿著如意 是拿著仙桃 拿著 因為我們那個 在中古神話演藝 中國的中古神話演藝裡面 有提到 瑤之金母的 這個潘桃燕 潘桃燕 三千年一劫 才劫出了一個仙桃 那麼 那個仙桃呢 他是拿在手上 我是觀想哪個仙桃 也可以哪個如意 這很好 重點就是觀想他 碰觀 浮塵 仙桃 瑤之金母是一個 像天仙一樣美貌的 非常美貌 年輕的 一位仙桃 是瑤之金母 因為他西方 他在西方 昆仑仙境 所以我們稱為西方蜀金 所以又叫金母 其實是西王蜀 中國這個 敦煌 那個石窟裡面 有瑤之金母 就是西王蜀 的像 另外還有東王宮 東王宮就是東華帝君 東方蜀 東方蜀 是 剛好的東方 東王宮 跟西王蜀 再來是蓮花童子 這三尊經常是在一起的 東王宮 西王蜀 蓮花童子 這三尊是在一起的 那麼我講過這個蓮花童子 我去見第一個 來跟我講 來指示我 當時幫我開天眼 就是瑤之金 所以我把瑤之金 視為我自己的本尊 因為他第一個給我開天眼 就是瑤之金 瑤之金母發大謊 其實不只發大謊 另外還有很多謊 在裡面 這個它是屬於 單頂派的主事 道家單頂派的主事 瑤之金母 那單頂派裡面 所有的健身 練習你身體的方法 差不多在單頂派裡面 所以才有瑤之金母發大謊 其實不只發大謊 這裡面講到 這個第一個 是自流的秘密關 所以你身上長那流 是可以消除掉 你只要觀想瑤之金母 帶宏官 持這個佛神 拿著仙桃或者足翼 那麼觀想它 放光 放光加持你 你如果流長在肩膀上 你就按肩膀 長在頭就按頭 長在哪裡 胃就按胃 長在腸子就按腸子 這個時候呢 你觀想要是金母放光 照你的這個流 那個時候呢 你按住的時候 你觀想 這個念了三個字 這個 後 後 後 就把這個流打開 把這個流打開 打開以後呢 就觀想不好的東西飛出來 那麼我以前講的是蜜蜂 蜜蜂 這些蜜蜂呢 從打開的這個流啊 飛出去 一直在飛 飛出去 一直飛出去 飛好了以後呢 哄哄哄 觀想它 很多蜜蜂飛出去 那麼手放掉 這個時候呢 這個流啊 就慢慢的 一天一天縮小縮小縮小 這是搖子金母的 那個 治流的秘密法 主要的重點就是在這裡 你按住 你這個長流的地方 翻響搖子金母 那麼它的頂上放光 加持你 然後 後 三聲 把它打開 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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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做這樣子的 雖然身上沒有 我身上沒有 那麼我經常做這樣子的 意防 意防 意防重於治療 雖然沒有 也要意防 意防重於治療 我觀想老鼠跑出來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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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一隻的帽子 美國的帽子很小 這麼小隻而已 有的像大孟子一樣 這麼小 你看過這麼小的帽子嗎 在美國有 那麼台灣的帽子是很大 台灣的帽子是很大 有時候我觀想是怎麼樣 觀想很多的東西像蜘蛛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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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你的這個 蜘蛛那邊 跑出來 也可以 你觀想蜘 蜘蛛 從裡面爬出來 也可以 蜜蜂揮出來 也可以 蜘蛛 從你的那個 裡面 跑出來 這些都是不好的東西 只要 你認為很得底的 都從那裡跑出來 常常做這樣的觀想 還好 師尊有義法 所以到七十歲 還沒有感覺到這些東西 這是自留的秘密法 要以姚慈金母為主尊 代縫官 拿著圖塵 拿著仙桃或竹椅 觀想出來 然後再觀想一個美女 天仙美女 坐在這個龍椅上面 放光加持女 這樣子就可以 第二個是眼睛運動法 這個有要解 必須要在你早上醒過來的 這一段時間 你剛剛醒過來這一段時間 你走到窗子的口 窗口 這時候眼睛閉走 眼睛先向右看 兩個眼睛都向右看 向上看 向左看 向下看 向左看 這樣再回到原來的地方 這樣再回到原來的地方 是一千 一共要轉十四千 眼睛閉著轉 不是叫你眼睛張不轉 眼睛閉著轉 眼睛閉著轉十四千 向左 向上 向右 向下 再回到 向左 向右 你不要看近的地方 看最遠的地方 窗子外面最遠的景物 你這樣看 所以師尊到今天為止 七十歲 我沒有雷射 眼睛沒有雷射 但是我從來不戴眼睛 七十歲 沒有戴眼睛 我這個字啊 這個字很小 也不是小 這個字算是大的 那個勞力士表 上面有Loris 很小的字 我都看得很清楚 今天是24號 那個裡面的小字 上面的Loris RO 都看得非常清楚 勞力士表上面的 這個勞力士的字很小 都可以看得見 我都是可以看得見 像這個字我都是可以看得見 上面寫著 師尊清傳的 妖子經八大法 這字是比較小的 這字是比較小的 但是我也是看得很清楚 這是動物的幽默 動物的幽默 就是笑話 那我還是看得清楚 到今天為止 我晚上在西雅圖 給藏師開車 我也沒戴眼睛 開車也沒戴眼睛 我還是看得見 周旗 我還是看得見 臭師 是的